孩子們一到公園 常常是霸著遊樂設施不放 就像這樣 不過卻有小朋友闖進柵欄 雙手撐著往上爬 爬到制高點 一屁股坐下溜到地面 他們爬的可不是溜滑梯 而是廁所屋頂 當時一名大人就站在柵欄旁看 也沒有制止他們 但這座廁所可是有五米高 小朋友們要是不小心跌倒 恐怕全身傷 看起來就不像是可以玩的地方 比較像跑層梯的感覺 所以我會覺得那個 應該是不能去玩的 事情就發生在台中逢甲文修公園 這座公園七年前啟用 當初廁所就是設計成道U型 因為的確長得像溜滑梯 市府也怕有人誤闖 於是在廁所兩側 設置八十公分柵欄 另外還貼紙張來告示 但紙張只有A4大小 很不起眼 柵欄縫隙也很寬 小朋友三兩下就能闖進去 會再請我們的巡查員 還有我們現場的工作人員 來加強勸導 那如果民眾勸導不聽 依照公園及行道數管理 自治條例的規定 還是可以進行採除 小朋友把廁所外牆 當成溜爬梯玩得好開心 看得路過民眾是好擔心 幸好沒玩出事 不過擅自闖入可是要挨罰 家長們可得多加留意 這是韓知心王世漢台中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